今天是一開始的後衛的位置上的傷勢 當然我覺得近期內收穫的劉偉誠穩定的演出 其實算是今年不錯的收穫 不過劉偉誠基本上他只能算是一個射手型的後衛 如果在組織型後衛其實他當然還是吃過差點 好好好 再說出這次躲過了聰明的火鍋 趕快把賽斯富換上來 因為目前籃板是沒有優勢 不過賽斯富上來馬上他的牽制力 是 目前七分裡面後面的五分都幫球隊取得領先位置 賽斯富高跑打出手也有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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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球交出來 時間剩15秒 楊玉安 自己打結了 賽斯富來他有機會 快點 對 也因為這個打結成功了吧 嗯 必須讓賽斯富來做罰球 賽斯富 賽斯富 Low Park 開進去 Garcia的手一直來 結果很好 東林明球這又是一個Go Pending 這個 其實東林明球有時候這種球不如就不要打了 他是沒有辦法出手平靜 藍板在賽斯富手上再順便把這兩分捧了回去 對 這就是很傳統 球差點掉了 招下來 賽斯富 勝勢的拖穿得近 再來 對 這個在 嗯 當然 這一範之後 徐英哲總教練馬航就跟Tony 兩老的對決 轉身過來 繞進去 再交給周博鑫 賽斯富這一趴 是一個領先4分的情況下 華麗二發 林蘇偉沒進彈進攻籃板自己抓回來 往上一拋 哇這個時間 最後 在這個時候時間是終止啊 哇在今天金濤派浪之中 已經在這個時候 剛剛好